特別注意,我這個前面是有加一些註解 但這個註解是我寫我習慣的方法 但如果你看不習慣沒關係,你可以改 建議是養成好習慣,最好還是加一下註解 註解這個可以改了,你可以改成你習慣的註解方式都沒關係 因為將來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有點像一個筆記 以後回頭你要看這個程式,或是你要用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也比較知道說每一行每一行大概要怎麼修改 最怕就是說你看到程式一頭霧水,到底寫什麼 之前可能上課的時候很清楚 下課之後的話大概一天的有效期限 過了之後馬上就忘了差不多了 所以你們要想個方法,可以盡量這個程式你現在學會的 之後再用的時候也一樣很熟悉,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什麼方式可以讓你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那方法很多啦,不外乎就是加註解,有沒有 雲端白板,不然的話就是那個YouTube上影片 其實各種方法啦,像我是盡量提供給各位 比較完整的學習的一些補充啦 因為說真的這東西很快就忘記了 不像有些其他的課程好像比較不會那麼快忘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 而且這個部分只要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差一個都不行,一個字也不行,這最難的 雖然你看起來沒幾行啦 但是說真的叫你現在把它打出來,真的也是有點難度 打出來算還要完全正確,能夠work執行沒錯 那真的是要下一點功夫的啦 OK,所以其實當然 我知道不是每個同學馬上就可以學會 但是我是希望你們回去可以延長戰線 可以慢慢再多花一點時間 也就即便這個課程結束啦,你還是繼續再不要放棄 不然的話像這東西學了,如果你沒有繼續再延伸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浪費 OK,好,再來的話最後 這個就是按照排名輸出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啦 其實這個難度就相對又高一些些了 我們剛剛的話這個寫法是什麼 反正就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就幫我把資料call過來 因為它不是按照1到7 所以如果你要按照1到7的話 大概有兩種寫法 那哪一個簡單呢 其實好像第二種比較簡單 OK 那不過我先想一下第一種 因為第一種是我自己比較習慣的寫法 因為主要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小於等於7 有沒有 所以它只要找到就幫我call過來 可是我希望它第一次是等於1 第二次等於2 第三次等於3 一直等於7 所以這邊的話就有必要的嘛 因為那個數字會改變 所以你需要一個變數 而且這個變數的話呢 需要讓它自己變出來的 所以一般習慣是這樣啦 我會在這個i的4回圈Y上面 先enter兩下 先打一個另外一個回圈 因為我需要4j等於1到7 這一的話是自己取一個變數 就1到7名 ness一樣嘛 然後呢 我就第二步的話 把這個4ness 特別重要 這個是兩重回圈 因為以後啦 可能城市還是蠻多地方 一定要兩重回圈 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然後呢 把這個4ness搬到哪裡呢 搬到4j裡面 那因為兩個看起來 如果你沒有按縮排的話 會看起來比較混 所以習慣是選 裡面這一層的4ness 按tip 有沒有 一層 兩層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J 把這個加上去你就知道了 OK 寫完了 這樣寫完的方式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J 第一次就給1 第二次給2 一之類推 那不就剛好符合我們要的邏輯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寫什麼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很順手的寫出來 那就是你的功力囉 因為以後的話 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寫完了但是又多一個邏輯 那怎麼辦 沒關係 考慮一下 那個邏輯裡面的資料是不是一個變數 如果是連續的變數的話 那你就寫一個回圈 把那個程式回圈包在外面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把它清掉一下 理論上第一名應該是幾號 第一名應該是34號 第二名應該是21號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這樣執行應該OK 執行 34 沒錯 21 沒錯 最後一名第七名應該是12 也沒錯 有沒有 所以他是 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就先比啦 比的話先找到第一名的幫我列出來 再找下一個第二名的 再找第三名的 所以基本上 我只有改 應該主要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這個4圍圈 4trade next 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邏輯改一下 三個地方 不過呢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我寫完這個之後 後來又想了一個方法 好像有另外別的寫法 什麼寫法 我們把這個 第一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的話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這個是 加個2 這個是 第二個方法的話 其實就把它倒車回去 這個把它倒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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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把它 選起來 倒過去的話 就 shipped加tab tab是縮排 shipped按住加tab 是 叫凸排 OK 那這邊是什麼 小於 等於 7 OK 好 那第二個方法 其實主要是什麼 就不是一個一個去找 而是什麼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邏輯 這邊的話 第二列對不對 一直到第八列 那我如果要放個名次應該是1到7 誒 剛好相差1嘛 所以呢 我可以哪個地方改 我就不用k就好了 我這個k加1 這個k就不用了 那我k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把這個k先刪掉 k加1刪掉 以後的話 我就把這個k有沒有 放什麼東西呢 放找到的這個 這個 找到的那一個 ok 找到的 什麼意思啊 因為如果我往下找 比如說我找到 找到 往下 找到他對不對 那他是7 那他應該放 假設我要放的這個資料 應該放在 相對位置的 第幾列呢 因為他從這個1嘛 這個2開始 2到8 所以應該是放到8 那跟 剛剛的名次相差多少 差1嘛 所以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後面再加1 加1不就好 ok 程式 就 寫完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按照順序排 也就是說 等於是說 因為剛好 他的名次 第7名 剛好就放在第8列 如果第一名的話 有沒有 第一名的話 那不就放在第二列 也一樣 他關係就加1嘛 有沒有 加了1放過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懂 二意思吧 後來想 對 這樣好像更簡單 有沒有 像剛剛那個 要兩個回圈 哇 頭好痛 而且很容易寫錯 這個的話呢 相對起來 應該 就簡單多了吧 ok 只是說 所以我說 程式 絕對 即便同一個人寫 每次寫的 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 最終是 希望想一個 最簡單的寫法 而不是說 寫完之後 越寫越複雜 沒有啦 這個寫法比較簡單 對 但 我是覺得 兩種寫法 你們都值得去了解 ok 因為可能第一種 行不通的話 你知道還有第二種寫法 所以有的時候 同一個問題 我自己可能會思考很多種寫法 不只一個 ok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樣 run一下 結果不ok呢 知青 有沒有 這個34 第二名 一次類推 那沒有問題 剛剛講的部分 因為難度有點高 所以我有把 方法一跟方法二 放在 這個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 自己再去試試看 那 方法一裡面 會多一個這個 叫做 Is it for 不加也沒關係 加是最好 為什麼 Is it for 因為你找到不會找到第二個 你就跳過 比如說我要找第一名 那已經找到了 你還往下找 不用啦 Is it for就是不用再找了 OK 跳出了 OK 但是不加也沒關係 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電腦太快了 相差百萬分之一秒 根本沒什麼感覺 所以有沒有加 只是說我 為了讓那個程式比較完整 所以我把它加上去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在 雲端白板的第五頁的地方 總共會有兩種寫法 其他的話 底下還有一些補充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 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其實 在CLVPA裡面 能做的事情其實相當的多 那當然如果你知道的 越完整 以後想到的解決方案 當然也就越好 不過主要是解決目的 其實我覺得只要 你做的方法 能夠 不是土法煉綱 我都覺得是好方法 再怎麼樣 哪怕是程式寫得很複雜 但最後結果OK也沒問題 或者你不會寫 用錄製劇 拼拼湊 完成事情 反正就脫離那個土法煉綱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第五頁的部分 那我是建議喔 就前面一直強調 第一個註解一定必要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建議是 在每一行程式上面註解 給自己看 那未來你這個程式最好 像我是放雲端白板 我自己的雲端有沒有 那我也建議 以後如果你們做筆記的話 你如果擔心將來這個資料 會找不到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也可以試試看雲端 雲端真的是好東西 因為以後找東西還蠻快的 一打開上面都有 一打開上面都有 比自己寫在筆記本還方便很多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都不寫筆記了 不是不寫筆記啦 我現在都放雲端上了 以前都還要去買筆記本 寫寫寫寫寫一堆 那後來發現喔 寫筆記本喔 第一個比較不環保 第二個喔 很容易找不到 第三個喔 你看到那個mark有沒有 塗顏色有沒有 還沒有這個方便 像這個裡面有 我是有找到一個外掛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程式自動塗顏色 OK 其實你們如果自己想想 在雲端的工具裡面 我是用Google的文件 它裡面就有自動可以填顏色功能 所以其實用起來我覺得也沒什麼 像當然也有人推薦用Github啦 其實對你們來說還是有點太複雜了一點 OK 因為將來你要去取用 倒不如你剛才貼到這裡方便 比較好找啦 OK 好 主要是能夠讓你們將來這個程式 能夠繼續再使用 然後很快找到了 都是好方法 OK 試試看喔 好